新冠肺炎变种病毒Omicron肆虐全球多地 不只中国周一通报首宗Omicron感染病例 英国更是出现了首宗Omicron死亡个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 我是明燕 行动党秘书长兼前槟城首长林冠英 因为周日进入国家心脏中心治疗 因此今天缺席海底隧道案的审讯 院方也提供了周日至明天周三的病假单 林冠英将在周四上庭 林冠英的代表律师戈冰心表示 尽管林冠英今天缺席 但地庭仍会继续审理此案 因为控方今天与明天都有传招证人 他补充法庭可根据刑事诉讼法 CPC第264条文免除被告在场 高庭今天预令内政部在两周内 让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注册新政党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 同时也预令内政部向Muda支付1万令吉躺飞 因为之前社团注册局 拒绝了Muda的政党注册申请 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原因 随后向内政部长 拿督斯里韩沙在努丁提出上诉 也被无故拒绝 Muda因而入禀高庭提出挑战 并在今天挑战成功 高庭批准Muda针对政府 拒绝其注册为政党的司法审查申请 塞沙迪也表示这是属于民主的胜利 他形容到自己的心情五味杂成 因为今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阻碍的一年 同时也强调Muda的存在是要打造先进的马来西亚 并作为国家民主制度的一把声音 沙拉越的10458名警官、警员以及配偶 在今天提前为第12届沙拉越州选举投票 选出心目中的代议室 全沙共设有85个投票中心 及111个投票通道来冲作提前投票站 此外今天也有5522名警力 分派至全沙各个提前投票中心 以确保投票顺利 而提前投票时间为早上7点30分 开始至下午5点结束 日前面子书流传了一段 有轿车及油操车司机滥用紧急通道操车的视频 其中就包括9辆私援轿车以及1辆油操车 警方也因此而传召滥用紧急通道操车的司机自首 截至今天早上 共有5名车主现身警局并向警方自首 接着来跟进今天的疫情数据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单日确诊病例重返四字头 报4097宗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达269万9240宗 雪州大臣纳杜斯里·阿米鲁丁的爱妻 及两名孩子证实在昨天确诊新冠肺炎 阿米鲁丁的冠病检测则呈阴性 虽然如此他从即日起暂时隔离 并会等到周四第二轮的检测报告出入之后 再对外宣布详情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 Omicron肆虐全球多地 中国周一通报首宗感染病例来自天津市 从一名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中验出Omicron 患者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除此之外 Omicron也在英国迅速蔓延 首相约翰逊证实当地出现首宗Omicron死亡个案 卫生部长贾伟德估计 Omicron确诊个案以每天20万宗速度增加 并将成为首都伦敦地区最流行的新冠病毒株 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发言人当地时间周一表示 该局正在调查位于伊利诺伊州 爱德华茲维尔的亚马逊仓库发生的致命坍塌事件 这起事件是由上周五的龙卷风造成 这场龙卷风导致该地区遭严重破坏 并有6名工人在这一次的坍塌事件中遇难 1人受伤 45人安全获救 发言人艾伦发表声明称 如果调查发现该仓库存在违反工作场所安全或健康法规的行为 那么该局有6个月的时间完成调查 发出传票并提出罚款建议 美国时代杂志于当地时间周一13日宣布 2021年度风云人物由影响力超越地球 甚至延伸到太空的电动车大厂Tesla首席执行员伊隆·马斯克获选 马斯克除了是Tesla首席执行员 还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创办员兼首席执行员 同时领导大脑晶片公司Neuralink和基础建设转动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根据中央社报导 时代杂志形容今年50岁的马斯克身为全球首富 名下却没有自己的房子 而且最近一直在变卖财产 他也将许多卫星送入轨道 同时也懂得利用太阳的力量驾驶自己创造不需要汽油的汽车 甚至也不一定需要人类来驾驶 此外马斯克在推特上有超过6600万名粉丝 他所说的每句话 或是只要随手出一则推文就能撼动股市 并在过去12个月的时事及世界脉动具有重大影响 好的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明天请继续留守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